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现在有个花样 那我没有要照它这样子 我没有要照它这个样子 那我只是选它的花朵 只有选它的花 那选择你喜欢的地方 先把它复印上去 先把它复印上去 等下到最后再来看看 你画构图是怎样 再来把它拉线条 因为玉镜箱它梗很长 所以它可以画线条 所以等下你们回去的时候 照我这样先把花朵 复印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那这个是附鞋子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支是珠笔 彩绘专用的珠笔 它有个好处就是 比较不容易破了 那如果你们没有珠笔的话 用原子笔也是可以的 上面盖一层透明塑胶脂 可是这样会复印不过去 对 对 要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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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会破坏 破坏不太快 因为央印一张两户 我们要让这个朵花有立体感 所以因为它这个颜色干了之后 会再深一点 它会吃进去 所以我会再利用再加强 在它这个比较尖的地方 外面的地方 这样子它就会有立体感 就会跳出来了 我都像荷花 有像荷花吗 迷花 那像这个花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叠 然后一层 你越叠越浅色 越外围越浅色 它到最后立体感跳出来 就很立体了 老师那请问要不要加白色 最后一层要加白 外围就对 那这一层还不算最后一层 这是中间第二层而已 就原色就好 对 那个花梗的部分也是一样给它加强 这样子你越叠越多层 它的立体感就越多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